各位 我們現在繼續會議 現在請王顯輝議員發言 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關於今天的行政法務的施政變率 我是有以下幾個問題想和司長交流 首先第一部份是關於立法規劃方面 在今年的施政方針 司長是很強調 有關的立法規劃的重點 就是完善和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配套法律 以及以民生和經濟領域的立法工作作為重點 看有關的立法規劃 就涉及到民生和經濟方面 有不動產租任的特遷特別制度 家事案件的調解制度 小販管理制度 以及旅行社業務及導遊職業法 關於民生方面 除此我的紀念之外 有兩方面想和司長探討一下 其一就是關於 本來一些社會福利保障政策 例如社會保障制度的任意性制度登陸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本行的分配 經濟房屋及革新房屋 有關的法律制度都要求相關的受益人 必須澳門居民 而且符合一年之內 要183日身處澳門的規定 這裏我是明白的 避免有關的公帑 希望是容響適當的 和澳門有聯繫的澳門居民方面 但隨著深合區的建設 越來越多的澳門居民 是去橫琴深合區 生活台工作的 請問司長 政府會不會考慮 因應澳門半澳的實際情況 和越來越多的澳門居民 會向深合區那邊生活台生活 會不會考慮 對深合區居住的澳門居民 會不會考慮取消這方面的 183日在澳門居住的 有關方面的限制 第二方面 是關於代價 都是涉及到民生的一個情況 近期就是 在涉及曾經發生的 和代價有關方面的 一些嚴重的交通事故 在社會上 法律上 亦都顯棄了 關於代價方面 所衍生出來的 相關法律上的問題 有關主管部門官員 近期亦都回應了 立法會的一些書面質詢 亦都提及到目前在這方面 有關官員提及開放的態度 是否定立相關的制度 因為 當然法律上來說 現在未有諸門的制度 會透過非合同的民事責任 在這方面處理相關的法律責任 問題 想請問政府在這方面 怎樣去 有沒有考慮 研究 在這方面定立一個 比較完整的制度 針對代價者 被代價者 和同樣發生交通事業的第三人 相關的 權責方面的相關制度 第三個問題 想和司長探討一下 關於法律清理方面的工作 法律清理方面的工作 司長剛才也介紹了 在2017年和2019年 分別向立法會提交了 兩個法律清理的法案 分別我們 在2017年通過了第11號法律 2019年通過了第20號法律 前者確認了746項法規 包括161項法律 585項法令 後者的明示廢製了17項 一項法律16項法令 是不再生效的 這個是有關工作的成果 是非常之明顯的 接著來 現在資政方針也介紹了 因應76年至93年 第一個階段 分析審視過之後 有200多項仍然生效的法律和法令 另外第二個階段 就是94年至99年 第二個階段的相關生效的 這些舊的法律法令 要進行相關適應化的工作 在今年的立法規約方面 也有提及到 會向立法會提交 第二個階段相關的法律適應法法案 這裏有關工作是值得支持的 問題就是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涉及到 1994年至1999年公佈的法律和法令 當中涉及到 五大法令 三大登記法令 行政程序法令 和行政訴訟法令 公正法令 想聽聽思長 介紹下相關的 第二個階段 法律適應法的工作 當中會不會涉及到 實質的一些 和現在我們澳門現實的社會 例如我舉出一個例子 關於社團方面的文化電相關條文 有關的會員大會可以通知 按照現在文化電的 涵豐年的規定 要透過親手 遞交召集書 或者要透過雙跨信 去進行召集 根本和現在我們社會 電子方面的認容 是完全鐵節 我舉了一個例子 看看這方面 第二階段的 法令適應法的工作 會不會是作出一些 深入一些的 去適應 或者改善相關的法制 那第三方面 最後方面 也想做這個機會 想和政府探討一下 因為近期 就在業界方面 就是關於這個公正處 政府公正處 商業登記方面 是有一些新的要求 那就是厚頭方面 是對行街 是有這些方面的要求 就是說 如果公司資本涉及到13萬 或者以上 是需要一些驗資的證明 那我記得我們作為第一屆的 立法會議員 就在2000年 我們通過了一個法律 是很明文 是由於當時的新制定的商法典 第186條 是關於叫副公司資本的證明 是明示廢字 再有關要求的 那就是當時我們作為第一屆立法會議員 是通過了這部 六斜篇2000號法律 那我就不太明白 現在這方面的證明 當然是關於 反擊清洗黑錢方面 是有相關要求 但是 現在有相關要求 是將舊的 可以立法會廢製了的 商法典第186條 是復活的呢 想了解相關的法律議題 多謝主席 請崔世平議員 多謝主席 也有幾個問題想和司長交流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人權的問題 終於等到一條沒人問的問題了 可惡人的生命 價值尊嚴 實現人人 享有人權 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 事實上 澳門的政府 回歸以來 在保障人權方面 確實做了不少努力 不論在人均的收入 教育水平 醫療保障 就業機會等 經濟的發展指標 都是位居於世界的前列 政府也都致力改善民生 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加強了社會治理的能力 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公正 至於保護和傳承歷史的文物 促進多元化的交流 這方面也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 可惜的是 近年 總是有些國家 別有用心地枉固事實 公然的 以便蓋存 來用報告去抹黑我們澳門的人權狀況 事意干預我們特區的事務和中國的內政 可以見到 其實做得好並不夠 還要把澳門的人權故事講得清楚 在這裏想請問一下 司長 有沒有打算怎樣能夠講好 我們澳門人權的故事給全世界聽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公務員的愛國教育建設 剛才司長和局長都講到 我們第五屆的公務人員領導力的培訓已經開始了 也有25位成員已經成功 能夠得到晉升 其實比例也不少 就差不多四個有一個 證明這個培訓的計劃是成功的 大家也值得鼓勵和支持 對於培訓我們的愛國教育這方面 其實也想和司長分享一些心得 最近我們有機會讀了一套書 叫做一系列的蟲書 一個叫做讓群眾過賞好日子 習近平靜定足跡 另一本是 敏山敏水密華新 習近平福建足跡 第三本是 幹在實處 湧立潮頭 習近平浙江足跡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習近平上海足跡 這一套蟲書 其實可以讓我們大家讀者 看得到就是 習主席他的領導哲學 和他對於中國 以至全球人類 長遠發展道路上面的一些心得 這套蟲書其實記錄了 習主席在1982年3月到07年的10月之間 這25年裏面走過河北正定 福建、浙江、上海工作的實錄 也傳釋了習主席的憂國、憂民 後天下而落的領導風範 和高尚的情操 都是十分值得我們的公務人員去閱讀和學習的 舉個例子 在這本書關於福建的時候 習主席不僅鼓勵幹部要去接待群眾的上訪 他也拿著一個機遇 就製造了一個新的制度 就是不要再叫群眾上訪 是改為幹部下訪 這個也看到就是願意放下身段 將公務員的服務態度 其實變得更可以融在市民的生活裏面 這本書這一系列的書也看到 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地方 幹部也因為跟著習主席的學習 也得到相當多的發展 也看到習主席對於群眾的冷戀 永遠都是放在首位 所以剛才我們講到公務員的擔當 很多事情 剛才講到公務員的團隊 如何能夠更加愛國、愛傲 更加服務好我們的團隊 所以希望看大師長 覺得我們的公僕 可不可以在我們這個培訓教學裏面 增加這個愛國、愛傲的精神的建設 增加他的責任擔當 將這些躺平的心態 逐步能夠得到解決 因為得到更好的書本的學習 和一些實際的經驗 那想請問 市長在來界的時候 會不會在這些領導力培訓的課程 或者其他更好的機會裏面 是促成這些好事呢 就是這樣 第三個問題 就是關於食安的問題 在施政報告裏面都講了 就是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和食品的安全 市政處特別是持續的 是檢查外賣的場所 和登記他的證明 和看照他的營運的條件 並且是持續透過多元的渠道 向外賣界進行這個食安的宣度 了解到政府對於餐飲外賣行業 其實是一系列的管理的標準 但是最近內地有很多學校 就開始叫那些學生 是食用一些餘製菜 也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令到很多家長都擔憂 就說他長期吃這個餘製菜 會不會對他的身體有什麼影響 這方面其實是看回我們澳門 雖然我們還沒有大規模地用餘製菜 教清谷也很鼓勵學校 嚴格執行健康飲食的政策 對學生的配餐都會有很嚴格的要求 學校一般都會和專業配餐的工廠合作 長期定用他們的產品 這些工廠其實未必一定是屬於外賣對外營業 他更加是不在乎有沒有這個外賣平台 打電話去招攬街客 所以想請問一下師長 對於這一類專業的配餐的工廠 是否也都納入了我們上述的外賣場所 登記證明的監管之內 因為要更好的監管這些食品的安全 進一步令到我們的新生學子 可以有健康的身體做好它的學習 這方面想看師長就說 我們其實會不會把這方面 都納入到有關的規管、法牌、巡查監管制度裏面呢 最後一題的問題就是這個電子政務 大家都知道一戶通其實都問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也會調改一下 其實一戶通我很在乎的是 有沒有一個總體的開發規劃 因為其實一個一戶通其實我們想最後通到哪裡呢 其實我們覺得政府暫時做法就是 就是說一路通一路走一路走一路通 但是其實走得多遠通得多多呢 看到政府就說最初就是推出一個一戶通 後來就發覺其實一戶通 不如再加一個商社通 會更加全面服務了 剛才師長也介紹就是 我們將會有一個公務通 其實究竟會再加多少個通 才是全部通了呢 所以看看師長在這個總體的電子政務裏面 在一戶通的發展裏面 可不可以給一個清晰一點的 一個長遠的發展 以及最終希望能夠 取代多少的服務 令到我們的市民可以更加方便 特別營商環境 其實真的很多時候 本地好外地好 很多企業想在澳門拿牌的時候 這些通其實對它很重要 所以我們得多一個更清晰的情況的時候 我相信對它的幫助更加大 另外一個就是一戶通裡面 也有綁定我們的電子身份證 現在所有是實行這個合作檢查 一次放行的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一站通的了 但是其他的站 其實我們還是分兩步走 在澳門的時候 用澳門這個綁定的電子身份證 但是去到對面的時候 再出現一個真正的實體卡 這方面其實 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的推進情況是怎樣 最終會是何時才可以 令到我們真的 一個電子身份證就可以通了這麼多 請高天馳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貴官員貴同事 有幾個問題是和市長反應的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 在欺凌和妄齡的問題 早前掌官來立法會的時候 我都有和他分享 現在的自殺率高的問題 那個意圖自殺和自殺率的問題 我們議員辦事處都是體現到 那個所謂欺凌和妄齡的問題 就是以來年輕化的 有些我們接到的個案是中學生 十五歲 有一個就是讀大學 公立大學二十歲 這兩個都是以圖自殺的 也都有22歲的 在讀大學的 還有某個博企的保安 很年輕的 都是受到欺凌和妄齡的 事實上現在欺凌和妄齡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但是我們體現到 現在那個追究責任的時候 我們現時澳門是沒有相關的制度 或者是法律的 此又有一個恐嚇 但是恐嚇就是另一回事的 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司長 你會不會效應一些先進國家 例如瑞典 就是全球第一個國家 對那個欺凌和妄齡的立法 其他有南非、澳洲、國內、新加坡 和比利時這些國家 都對於這些行為是有立法的 公務員裏面有沒有這些情況呢 某個程度是有的 當然呢 舉個例子 都需要舉個例子給你看 就是現在的公務員 都是向我們反映 都是在看精神科 但是看精神科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事實上排期非常之長 在那個所謂公務員的體檢裏面 可不可以因為這個狀況的變遷 令到現在越來越多這些情況出現呢 是為一些公務員設一些精神科的 看看他們的精神狀況 因為事實上呢 現在排到期上去之後 都是很多時候 他們都未必是會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服務 那就變成了他又叫他回到前途 他上級溝通 溝通不到再回到精神科醫生的他 才肯定一兩天他回家休息 有些情況很奇怪 就是要罰抄 因為我們做公務員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寫報告 尤其是那些標書 是有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 但是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這些 就是今天整晚都看到的那些培訓 就是非常之足夠 是不是 就是過去二十幾年 就是明年是二十五周年 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但是事實上真的 那些培訓究竟 那些上級 會不會體恤現在我們這些公務員 尤其是基層的公務員的狀況 這件事就是很希望 就是 司長 就是正所謂我剛才跟司長說 欺凌和網靈 是不是應該立法呢 還有究竟你手道上 在過去的三年 正在看精神科的公務員有多少呢 再來就是 很多公務員都會反應給我們聽 就是他們下班之後 他們都需要輕鬆的嘛 那澳門有萬多個社團 那很多時候 那些非謀利的社團 他們也是非謀利的去唱歌 但是呢 他們說很多政府部門呢 就沒有問題的 你們可以去 因為你是沒有收任何的報酬 但是其他的部門呢 需要預先申報 而得到批准 你才可以去這些社團呢 晚上唱一些歌 那這些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究竟 行政公司局 可不可以出些指引呢 就是告訴他們 他們下班之後 他們都有私生活的嘛 沒有理由 他們去那些社團呢 是沒有任何的報酬 都需要申請 批准了才去唱歌 那這些就是荒謬的事情 再來呢 就是那個訴求 剛才那些有公務員 都說到110點 已經是很多年了 叫做行豐年都是110點 但是公務員呢 尤其不是兌休機制 就是所謂公職金那些 他們一向的訴求 就是希望離職了之後 仍然可以享有那個所謂 年資津貼、房屋津貼、加年津貼 那這三種東西呢 就是和剛才司長你所說 這個退休制度 和付屬金制度 非常之複雜 我不是說這件事 我是說獨立的、單法的 所謂這些房屋津貼、年資津貼 可不可以考慮 令到他們晚年的時候 不需要再繼續兼職 因為我們見到很多公職金那些 同事都要找工作 那再次呢 就想和司長說 關於文責這件事 我們今晚都聽到很多文責 其實文責這一方面的事 我們都有同事說到 永遠全線低級的公務員 文責最快的了 因為有責任的時候 解除合約就可以回家 但是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又見到 就是領導場主管又要加總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為什麼我們有平衡 又有修改湧入一些新的制度 例如公開譴責 有些新的制度 是不是那些制度不行的呢 其次就是我們不只是領導場主管 我們還有主要官員的通則 以及主要官員的相關的法例 是2010年頒布的 就是2010年主要官員的通則和守則 那這些這樣的制度 究竟至今時今日都很罕見 是執行的 就是這些事情很罕見 如果你問我 我怎麼看政府的運作呢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管理的水平要提升 以及施政的透明度不足 所以施長我想問你 你會不會考慮設立一些 所謂公共合同的發電 公共合同的發電 就是公共合同的發電 就是每一次你們 無論和其他私人的機構去簽任何東西 他們都是這些制度來去跟進的 所以這件事情 都是可以體現到 究竟政府在那個透明度 尤其是譬如青年黑色 那個活動中心裏面那個項目 待會還有兩分鐘我都要跟進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那個透明度是不足的造成 今時今日很多人都在問 究竟這個預算是多少 請邱婷彪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行政法務司司長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想和司長分享一下 關於租務法修改的看法 按照現行法律 即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特別程序中 第七篇有關不動產租人的程序 第一章立遷之數 第929條及除回後訴條的規定 當租客長期不支付租金 而且不肯交還單位的時候 業主只能夠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向法院提起立遷之數 及依據第930條第二款規定 以簡易訴訟程序進行步驟 要求法院解除組任客同 判令將單位歸還業主 以及按照第931條 原告在提出立遷之數的時候 可以一並提出請求 請求法庭判處租客向業主支付 所拖欠的租金或賠償 為此 業主是需要電資訴訟的費用 即是好像預付金等等的費用 當勝訴之後 經過結算之後 才可以拿回 同時 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第934條規定的平常上訴 即是關於作為居住 經營商業企業 或者從事自由職業用途的 不動產租任的勒穿支數 不管計算的案件值值是多少 都可以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建立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第74條一款A項 律師的強制委託 即是在下列案件裏面 必須委託律師 裏面提到可提起平常上訴的案件 即是業主不僅僅花錢聘請律師 這筆費用 一個大問題 就是勝訴之後 都未必全數拿回 而且訴訟的時間 因為存換上訴等等的訴訟行為 可能等上超過一年 才能夠獲得這個立遷命令狀 其間訴訟仍可以拖欠租金 繼續居住 即是最後就算勝訴 都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和金錢的代價 有些訴訟因為了解法律制度的規定 不僅僅以各種方式拖延訴訟 而且還可以申請司法援助 在不用成本之下應對訴訟 最後即使遷出 亦都因爲租霸沒有財產 令到業主不能收回租霸所拖欠的租金 或者賠償的金額 還有一樣 令到業主增加損失的就是 拖欠租的租霸 只要提供擔保 就可以終止這個訴訟程序 到再出現拖欠租金的時候 業主又要提起這個立遷之數 另外還有 即使獲得命令狀 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934條第二款 業主還要幫這個組合埋單 是什麽埋單呢 還要處理租霸在屋裏面的動產 所以 很多的業主都是怕這些租霸 寧願把屋子丟空都不肯出租 這次呢 我很高興 見到在2024年財政年度 會不會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法律提案中 提及不動產租任勒簽的特別制度 現在我想問一問 司長閣下 可否透露下相關的修法方向呢 甚至如果可以提供一下詳細的內容 讓我們可以參詳參詳 多謝司長 多謝主席 請梁溫琦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第一個想探討的問題是普法工作 近年 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 本澳的法務工作 也是不斷更新進步 普法工作 任重道遠 法律文本一般用詞 較為書面、嚴謹 對於不同具備專業知識的社會大眾來說 是具有一定的難度 普法工作必須通俗易懂 不斷創新 才能真正讓市民願意了解、能學習 施政方針中表示 當局今年推出的新普法節目 案中學法解決刑事案件 提升社會守法的意識 2024年將多元普法促進法治建設 當局推出網上說法平台 至今已製作了約60集節目 每集觀看量100至500人設不等 賞文司長 網上說法平台 推出至今已超過一年 有沒有檢視普法的食效呢? 現時節目主要以嘉賓講解、法律條文為主 用詞有時就較為書面、生癖 容易降低市民遊覽的興趣 對此 當局未來有甚麼措施加以改善 確保普法工作真正做到生動有趣 簡明易懂 當局今年新推出案中學法的普法節目 解說刑事案件 畫面只用文字顯示案例 和看報紙沒有甚麼分別 每集觀看量也和網上說法差不多 現時 短視頻當道 鄰近地區官方媒體已經大量採用 多元化、具吸引力的短視頻、演繹、按例、講解、普法 獲得良好的成效 未來會考慮結合本澳、電影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 邀請本地創作團隊和演員、拍攝、短視頻 去講解、按例 為普法工作、增添創作力之餘 亦帶動本澳民創產業的發展 第三個是食品的進口 澳門是獲聯合國平的創意美食之都 至今已有六年 除了不斷豐富提升本地美食及文化 亦需吸納、融合外地美食及相關文化 以提升本澳美食文化的多樣性 有餐飲商戶表示 在印進鄰近地區特色美食入口澳門時 有時手續較煩 相應審批的流程 手續需時較長 對於經營具季節性美食具有一定的阻礙 其中部份審批流程亦有待改善 尤其是冰鮮、鮮活食品 需向當局提交產品名稱 並提出準照申請 有些商戶表示 若是新品種食物第一次申請入口澳門 可能遇到因浦文中沒有現成對應的名稱 經過翻譯後 產品名稱不準確 導致議施偏差 最終影響準照批給問題 影響與司長探討下 非蒲雨地區產品申請入口澳門時 是否能夠豁免蒲雨翻譯產品名稱的程序 同時在保證食品安全的前提下 盡量縮短審批的時間 以便利非蒲雨地區食品入澳 豐富本澳的美食文化 第二 想探討的是智慧渠墓 隨著城市人口增長 本澳整體渠墓面臨重大的挑戰 本澳有多個舊區處於低窪地區 除了地勢的原因 還存在渠網老舊排污能力弱的問題 導致經常發生水浸、渡管 有河邊新街的商戶反應 雖然定期請專理人去清理內部的排污渠 但由於舊區的供渠的排污能力有限 無論如何 提升內部清理頻率 依舊難以解決渠網堵塞的問題 渡管時候發生 嚴重影響商戶經營 在施政方針中表示 2024年持續檢視本澳排水渠網的運作 渠道清梭維護、打擊非法排污 對此想和司長探討一下 本人曾就排查渠網提出 因下水獨拍攝CCTV影像 不具備行常性監控渠道暢通情況的能力 未來在渠毛工作的科技化方面 會否借鑑鄰近地區的經驗 引入下水道超聲波流量移的設備 實時監察和大數據分析的預警 利用科技手段行常監測下水道使用的情況 排除隱患 同時折省當局排查的壓力 當時當局表示會給予考慮 請問相關的工作進展如何 本澳大量舊區普遍存在渠網排污能力 嚴重滯後社會發展的情況 除施政方針提及的快指區 和河邊新街等急需渠網改善的地區 當局有何具體的工作計劃 接著是市政在線 市政處在2019年推出市政在線 即時反映意見平台 讓市民可以透過手機定位 拍照、文字語音等方式 對市政工作提出意見 官方的數據也顯示 平台自推出至今 接收的個案超過五百六千宗 初步回覆率達九成七 可以說是 這個跟進投訴的效率是十分不錯的 也得到不少市民的好評 然而亦有部分市民反映 不少個案解決後很快又重複發生 市政處曾經表示 會分析重複個案 並成立獨立的小組處理 想問一下有關部門 現時市民投訴個案中 重複率較高的是哪些問題 針對這些重複發生的個案 獨立 一會兒再跟進再說 請政府回應 多謝主席 王顯非議員 關注到我們 新校區的建設方面 促進澳門居民在新校區 工作也好生活也好 會有時涉及到澳門的 例如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要求 譬如居住在澳門 不少於183天的法律規定 因為這方面 我們之前和相關的政府部門進行研究 我們初步的方向 是無需在這方面 做出法律的修改 因為在那時候的法律 已經定定這些法律的 居澳最低日速的規定時 有了例外性的規定 所以到時 我們覺得是新校區 居住工作的市民 可以透過到時 相關政府部門的 根本實體的例外性的規定的批示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另外一方面 王顯非議員關注到一個代價的問題 因為之前其實都在澳門發生過 具體的那些個案 在法律層面 的確正如王顯非議員所說的 是代價人 請代價的人 和受傷的第三者 都會在法律保障方面 存在一些漏洞的 的確是暫時 澳門沒有一個專門的法律制度 來規範這種法律關係 不過實際的確存在著這種代價 服務的需求 相信我們會和交通管理部門進行溝通 遲些都會對 對獨立高等法作出相應的修改 看是獨立高等法入面 還是透過一些其他方面的單項法律 以對這種情況作出相應的規範 王顯非議員都關注到法律清理的工作 尤其我們明年的立法規劃 所提交的第二份法案 就是第二期的 1994年到1999年那一期的 法律清理和整合的工作 在這方面我請法務局梁部長 做些介紹 謝謝司長 主席 關於王顯非議員關心到的法律清理問題 我們明年的立法規劃裏面 是會包括對76到99 刑生校的400多項法律法令 進行清理 會分開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76到93 第二個階段是94到99 至於剛才提及的一些大法典 一個清理的問題 其實我們針對刑生校的法律法令 主要是會進行對回歸前的一些支持 遲宜作一個適應化的處理 以及會檢視它翻譯有沒有不準確之處 如果在法律清理過程當中 是發現有些立法政策的改變需要調整的話 是會另行修法處理的 就不會在法律清理這個法案裏面去進行 我補充到這裡 王顯非議員提到 關於公共公正處境 提對於設立公司的公司資本的 提出一個現資的要求 真的我都覺得有些 很不了解這種情況 給點時間我們回去和公正處理了解 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因為是艾生法典已經沒有了這種要求 還是清死黑錢的指引的規定 還是一些其他方面的法律的要求 我們進一步了解 我覺得如果是 這種各種的要求 一定是有一個相應的法律依據 我們會了解 好 趁世平議員 關注到澳門特區的人權的狀況 澳門特區就是依照基本法和法律的規定 我們是依法保障人權的 我想回居之後 市民也好 國際社會是有沒有共睹的 特區政府是人權保障方面 一方面我們是依法行事 另外一方面都會參與 關於人權公約的審議工作 在這方面我請梁副長做些補充 謝謝師長 主席 關於崔世平議員提及到 關於人權方面的問題 下年一月 特區將會跟隨國家去參與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第四輪 各別人權審議 其實特區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 居民是享有基本法賦予的一個廣泛權利 和自由 特區政府是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 落實人權公約方面的規定 同時 其實回歸後我們實現了 社會經濟的一個跨越式發展 社會保障的體系不斷完善 這亦得到國際社會和特區的 廣泛居民的一個高度認同 我們除了做好內部工作之外 特區也會積極和各方 包括聯合國不同的人權委員 我們不會開展對話和交流 亦都借鑑國際上有益的做法 但同時我們對於一些惡意的不實指責 亦都會表明立場 我們特區政府會繼續推進 保障人權的各項措施 依照基本法 落實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 我補充到這裏 崔四平議員提到 建議我們領導你培訓班的公務員培訓方面 加強外國主義教育的精神建設方面的教學 以解決公務員 尤其是領導主管各別所存在的坦平的生態 在這方面是認同的 我想不單止是領導你培訓班 我想是整個公務員團隊的培訓方面 剛才我都說了 外國主義教育是必不可小的 由領導主管到各級公務員都要去參與相關的培訓 而是這些培訓我們會去做好相關的 公務員的精神建設方面的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 崔四平議員關注到一個學校共產的問題 尤其是學校共產的一個實品安全的問題 我們了解是因為很多時候應該是一些加工場 提供一些飯盒給一些學校的 對於這些飯盒加工場 一般都是有英科局發出的實品加工工業准照 而有關的場所都是受實品安全化的區管 和市署都會平時進行相關的實安的巡查 而對於校園共產的機構 市署都是和教育局一起 是衡場的有合作的關係 以巡查這一類型的機構 並進行相關的實安的培訓 是2023年10月是實品加工場 澳門我們要統計是有278間 而市署的實安的巡查的次數是有507次的 是這方面我想是市署也好 教育局也好 我們都會高度重視學校學生的實品安全的保障 以及做相關的巡查工作 崔四平議員都關注到電子政務的發展 是一個因為我們現在有醫護通 又有將推商社通等等 整體電子政務發展的遠景 我想是地區政府在電子政務發展 提供服務方面 重點是構建向市民提供個人公共服務的醫護通 向企業和社團提供公共服務的商社通 以及向公務人員提供與公職有關服務的公務通 所以我們基本是三個通 一個是對普通市民 一個是對公司和社團 一個是對公務人員的 這些都是提供政府的公共服務的 也是優化公共部門的運作方面 我們將它重構 重點是構建統一的電子化的人事管理系統 財務和財產管理系統的電子化平台 另外一方面 在擴保網絡安全的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不斷加強公共部門之間的互聯互通 而促進數據的共通共享 這方面是特區政府總體的電子政務發展的方向 趨四平議員都關心到一個透過電子身份過關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如果試過你就知道 就是用電子身份過關 反而是一些傳統的就是兩道窄的地方 你就可以用到的 比如說關窄那裏 在澳門關的時候你就可以用電子身份 不過去到廣北那裏你就要用回鄉政的 反而你去到一些譬如說 黃琴、港珠澳橋那裏 合作查驗那些地方 是合作查驗那些共通的炸機 你就用不了 所以在這方面如何去解決呢 就是我們需要和國家移民局去溝通 如果我們到時有一天是回鄉政 都可以透過一個電子方式來給到使用者 那到時真的大家在手機那邊 就是裝一個澳門的電子身份 裝一個電子回鄉政 就可以真的刷手機 就可以通關 就沒有問題了 我想在這方面還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我們知道是回鄉政的一個電子法 需要和國家相關部門去溝通 因為它使用的面是多和廣 我們還需要一些時間 高天賜議員是關注到網上霸凌的問題的 我想在這方面同意你的意見 我想在這方面澳門沒有相關的立法規定 我們去參照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立法經驗 研究澳門是否具備條件 在這方面做出相應的立法跟進 另外一方面你都關注到公務員是看精神科那裡的 其實公務員體檢方面其實包括精神科方面的 如果是體檢有需要的那時候 可以透過體檢做相應的轉介 具體到有多少公務員是看精神科 這些數據我不知道 我都不應該知道 因為這些是看精神科 這些資料不會公開的 一個私隱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高天賜議員提到 公務員是公余時候參與一些社團 唱歌和又不收錢又沒有一個 一個兼職這種情況 要去申請 我不了解 我們剛才都覺得不應該是需要申請的 不過我們到時可以給一些具體資料 我們去了解這個情況 另外一方面是關於剛才你提出 其實你也多次提出來 就是公資金的公務員退休之後 是否除了公資金之外 還可以收取房屋津貼 其他一些津貼的 因為我想公資金的制度 大家都知道那時候 電電下來已經法律確定了 公資金的特徵和退休金 退休金是一直有得拿的 而公資金是一次過拿的 而津貼我想你自己所說的 不是說到時他拿過 給他多一個月的房屋津貼 其他津貼 可能就一直有得拿 我想是一直有得拿 和一次拿公資金的理念 已經是兩者 我想是有些未必是吻合得到 我想是這方面 和對公資金制度方面的轉變 我覺得是需要申請的 另一方面關於 文質方面是檢討 文質方面的制度 領導主管人員通知的基本規定 其實對領導主管人員的義務 已經有原則性的規定 我們下一個階段 對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就是由於一些規定 我們覺得過於原則性 所以在實務運行的過程當中 和實際應用的過程當中 是不夠具體不夠細化 所以對一些行為是否構成一個責任 要承擔是否構成一些違紀行為 是不清晰不明確的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修法 去將這方面細化和明確 令大家清晰和有法可依 另外你提到公共核同法典 我想可能是關於公共採購方面的規定 如果留意到今年的立法規劃中 其中一個項目就是 特區政府提交公共採購法 而這個法案是很快 我想我們會提交給立法會審議的 因為是今年的立法規劃項目 剛才邱廷彪議員 關注到我們明顯的立法規劃那裏 有一個項目要修改 中務法裏面有關立簽的一個特別制度 在這方面同意剛才邱廷彪議員所提出的 就是政策是由於現在的法律制度 雖然對於當業主有間屋出租給一些人 之後租客一方面長期拖著 不是一期半期可能半年 可能超過半年拖著又不交租金 接著找他他又不理你 接著拿回一個單位他又不理你 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業主也不能隨意自己進去那間屋裡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面對一種所謂的租白的情況 法律有相關的訴訟法也好 文法也好 有相關的制度 不過那套制度如果真是依照法律走起那時候 你真是業主真是很難做到的 正如剛才邱廷彪議員所說的 第一你要去唯有打官司立簽 打官司你要請律師 你請律師已經是幾萬元了 有時租白就是堅持著你這件事 我一個月是五千元 我拖你半年 只有兩萬五千元 你請律師可能都不佔這個價錢 看你請不請 可能你就忍住不請住 就算你忍不住要請 我又拿回一間屋回來 你去打官司 沒有一年半轉你真是做不到的 因為訴訟程序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因為中間又有他可以抗辯 他可以找些理由 他可以想些方法叫你存活不到等等 有一些正如剛才邱廷彪議員所說 真是有一些租白是專業的租白 不知道是自己做多了了解了還是有人教的 總之他知道法律方面的洞洞洞洞在哪裏 在這種情況之下 真是業主是很難面對這些惡意拖欠租金 又是不交還單位這種租白的情況 而令到真是有些業主是怕了的 有屋都不敢租出去 其實這件事對一個不動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 所以在這次我們因應小會 這個議會那裡已經是很多年的議員提出這個訴求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一個文化點和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的商業修改 希望是簡法立遷的法律制度 如果租客比較長的時間 例如超過半年沒有支付租金 業主可以提起訴訟 同時在同一個訴訟裏面要求解除合同和收回房子 以及設置特別的存換制度 提升存換效率 避免被告以此拖延訴訟時間 還有我們建議這種租金關係 只是借上以銀行過訴再支付租金的手段 因為很多時候他抗辯說他沒有交租 我交了租 我找不到他 大家先簽訂一下租約那時候 寫銀行過訴 因為到時候如果是法院出示證據那時候 只是出示銀行的過訴紙 你就知道他半年沒有交 沒有訴過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業主可以提交有關沒有交租金的銀行紀錄之後 訴訟的訴求基本可以成立 而無需開庭聽取證人證言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減化相應訴訟的期間 而令到這種問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方面的解決 當然這件事是我們到時 我們已經聽取了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到時我們都會到時明年提交相關的法案 謝謝 兩期議員關心到一個普法工作和食物安全工作和治會局務方面 我等一下時間請我們同事去介紹 你最後關心到關於市政在線是哪些投訴是重複和比較多的 主要都是關於有關衛生黑點的投訴和一些道路維修等等 這方面的投訴是重複率是比較多的 請王顯輝議員 好 多謝主席 很多謝司長 剛才本人四個問題 很清晰地作出一個說明 我要進一步想了解多一點點 就是關於183日向澳湾居住這方面的要求 就是針對一些制度方面的一些向慾 我最記得我們第三上次委員會 今年是剛剛協議參與這個甲心房屋法律制度法案的審議 今年也是通過了第十七斜片2023號法律 當中裡面的第七條就是第六款 提及到這方面183日向澳湾居留的要求 第七款就是一個彈書的 有四項例外的情況 的確是不包括在深合區生活的情況 我們作為委員會的成員 當時討論的法案 當時也很清晰 向提案人 政府代表 反應我們的意見 政府代表很清晰 就是這四個彈書 沒有多些例外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審議這個法案 當時的我們意見書都寫得很清楚的 這方面的情況 希望市長這方面能夠 可以進一步的了解 另外第二方面我要繼續跟進 就是關於剛才爲登記局 商業登記局 就超過13萬資本的公司成立 要求驗資要求 我比較詫異方面 不單是實質問題 另外就是有關這方面的通知是口頭 口頭是有關的這些行街的人員 遞交申請的時候 口頭才通知有這方面的要求 我就比較在這方面是有些覺得是詫異 謝謝主席 請崔世平議員 謝謝主席 跟著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關於我們那個電子身份證 剛才說了就是如果要內地都通了 我們必須要說明澳門我們的電子身份證 還有要把我們的回鄉證都電子發賣 想問一下就是如果在香港 因為香港來講我們去香港離開澳門 和進入香港都是用澳門一個證件 這方面會不會可以先行先試 方便去香港這部分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那個一活空那裡 其實政府的網站現在說到目前為止 還有其他各個行政犯 總有53個行政的手機應用程式 各個手機應用程式 收信目的都不一樣 隨著一戶通、商務通和公務通 都通了的時候 其實將來這些apps 會不會出現這些功能的重疊呢 所以請問長遠來說 遠景規劃究竟最終 這一批apps應該會如何處理呢 謝謝 請高天志議員 謝謝主席 感謝司長的回應 就關於 我知道採購法年底 就會拿來立法會 但是我都是想問 會不會參考一些先進國家 對於公共合同的發展裏面 所需要和要求的過程 和手續方面來統一 當一個公共的政府部門 和一個公共的部門 和一個私人公司簽 他們是要統一去行使手續的 這個是我想問會不會考慮 看看別人怎樣做 會比較呢 是避免很多問題的 第二就是 關於施政的透明度 我剛才也有講到 提升管理的水平 這些都是有賴於 我們經常性 我們身為議員都會看到 我們的書面質身的回應 往往就不會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 譬如我剛才所講 在黑沙青年的活動裏面 我們問究竟有沒有聽取 一些工程師協會 設計師協會 挑剋家協會 往往都說是不回答的 不回答變成我們又要追問 這些是反應政府這方面的 管理內部所回應議員的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是需要提升所謂的施政 最後呢 我也想跟進 那110點裡面 我剛才所講的 其實呢 那些督察和那些稽察 大家都做同一種事情 但是那些點數呢 280 督察280 稽察就低一些 210、220 那這些的確是需要調整的 會不會受改各個職情 所有的工門的 請休庭彪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詳細的回覆 在那裡想跟進一個問題 剛才我提到呢 就有個預付金 預付金的支付 因為呢 那個業主已經很慘了 收不到租了 收不到半年租了 或者更長的租 這樣呢 提起這個訴訟 他還要預先給這個訴訟費 會不會好像 那個輕微民事案件訴訟程序那樣 就不需要給這個余付金呢 到他真是敗訴 才再給這個司法費用呢 想跟進這個問題 多謝主席 多謝市長 梁安琪議員 多謝主席 因為其他三個問題呢 就未回答的 所以我就 沒有東西追問了 那麼我現在 追問是關於 就市政在線的 正話我未講完的 那麼是針對這些 重複發生的個案呢 獨立小組是如何處理 並對存在的問題呢 進行優化和完善的 現時即時反映意見的平台 除了環境衛生、公園、陸地和休憩區 設備設施、食品安全外 因為還增加了其他意見的選項 這個當中可能就涉及到 其他部門的職能範疇 想問一下 就是處理有關個案的具體流程是怎樣呢 平時回覆的時間是多久呢 未來是如何整合其他部門的資源 加強跨部門的合作 擴大多元服務的功能 此外還有一些市民 都不是很清楚這個平台的反映意見的 當局今後會否 以及如何加強宣傳 向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體驗 我的追問到這裡 現在剩下的時間 不足15分鐘 我想全部交給政府 再回應 或者將有關未回應的問題 希望能夠盡量回應 好 多謝主席 剛才王興非議員所提到的 關於隔屋法的討論 我想那裡是沒有規範到 沒有開口 一個183天 譬如說去橫琴那裡 我想是考慮到 申請隔屋那裡 可能是未 因為我們剛才說 寫保那方面 可能是澳門居民 住在新街坊那裡等等 這一種情況 它需要一個183天的利害的 一些是允許 隔屋那裡 反而未必是有這種需求的 剛才你提到 關於現資那裡 我們都是說了 法律方面 首先我們會了解 到底背後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如果沒有一個 合理的法律依據 我們看看怎樣 去跟進這些情況 崔世平議員 剛才提到 關於去香港那邊 因為香港那裡 據我之前和同事了解 香港那裡都有一個 可以透過手機那裡 通關的一個電子的一個層式 在那裡 不過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到時會和 身份證明局那裡 和我們初衛警事務的部門 和香港那邊 我們去了解 看最少是 正如你說是兩地 都有一個電子的方式 可不可以方便到 大家去通關使用 另一方面 是醫護通方面 的確現在還有不少的部門 是有自己的手機的應用程式 正如今天大家說了 很多市民在線 就是我們市處的 自己又有自己一套 總體的方向盡量統一 不是說代替所有的 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發展 不過最少如果大家常用 市民多用的 可以最少是 因為匯通那裡 找到用到 在這方面就是 一匯通 剛才說的是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市民 拿使用 公共部門的 個人化服務的 一個總統一的平台 作為方便的 高天馳議員 剛才提到 關於公共採購方面 一些參考 其他方面 我想到時 法案交過來議會那裡 大家會有機會 長進去討論的 對法案的規定 以及由哪些方面 需要完善 需要參照其他地方的 立法經驗 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區 另一方面就是 關於增加市場透明度方面 我們同意的 特區政府 這些方面 不論是透過 我們的平台也好 透過我們的 諮詢機構也好 透過傳媒發放也好 我們是一路 盡量做好 這方面的 資訊透明化的 剛才你提到關於 刀查和基查方面 我想都是之前有議員 關注到一些 特別質疹方面的 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在這些 特別質疹方面 我們會關注 深入研究 感想去處理的 如果提標議員 關注到 關於一個 特別的 租務法裏面 立遷的制度 暫時我們沒有考慮到 一個擴免 一個月付金的 那個方面 在這方面 到時我們再去研究 我想在這方面 就算有需要搞 那月付金 如果真是有一個方法 渠道 令到那些夜主 可以是可控的時間 和金錢成本 基礎上 是拿到隔屋 他已經很開心 已經 應該未必很介意 那個月付金的問題 楊琦議員 剛才關注到一個 剛才幾個問題 我會稍後給一些同事 去介紹 你關注到市政再線 那裡 一方面如果是涉及到市署 市署一般 就是處理的時間 都不 一般是11個工作天 如果是緊急的個案 我講的是普通的市署的投訴 是5個工作天的 如果是市政再線的個案 一般情況下 是24小時 他們會初步回覆的 一般的情況之下 如果剛才你問到 如果是涉及到其他部門 我們會透過市署去做轉介 不過如何充分利用好 市民再線這種平台 剛才我都講到 我們思考 需要將市民再線和政府資訊 服務中心兩者的功能整合 使得市民對政府的工作 對一些公共部門的需求 查詢、投訴 由同一個平台 這些我們去研究 以及另外一方面 去加強這方面的宣傳 關於之前梁安琦議員所問的 關於普發工作 我請梁國長去介紹 謝謝司長 主席 關於梁安琦議員 關心到的網上說法 這個普發節目 我們去年推出 這些視頻 我們放在不同的平台播放 包括YouTube、微信、抖音、Facebook和IG 我們看到累計有近18萬人次去瀏覽 我們留意到 有些主題是比較多人關注的 例如是遺產繼承 樓宇租任和商業票據方面的主題 如果從數字上來看 我們都覺得有一定的成效 而今年推出的一個新普發節目 《案中學法》 我們就是希望利用一些現實生活的案例 去解說一些刑事的案件 我們會不斷檢討 普發的工作成效 會結合社會的一個普發力量 希望以探索新的和有趣的一些宣傳方法 以及以一些社會熱議和市民關心的一些主題 去開展一些普發的工作 梁安琦議員關注到一個 引入外地的美食那張線 是十八安全方面市主審批的樓場 在這個問題請柯南副主席補充 多謝司長 根據本澳相關的法律規定 入口本澳的鮮活食品和動物原性食品 都需要預先申報 以及需要提交來源地發出的官方的衛生證明書 並接受強制的衛生檢驗 按照國際慣例 我們這一類接收的衛生證明書和貨物的名字 都是採用目的地的文字 或者是國際通用的文字 其實沒有規定一定要用蒲文 因為是由於涉及鮮活食品 這一類的預約申報 根據法律規定是三個工作日內需要完成的 但我們在實際操作裏面 如果文件齊備的話 我們通常一個工作日就會作出審批 但我們都很願意繼續完善我們的內部流程 提升效率 創造條件協助業界 引進更多的外地美食來澳門 多謝 梁安琦議員關注到自衛渠務方面 請羅副主席去補充 多謝司長 司長 梁安琦議員關心到自衛渠務的工作 市政處是持續透過下水道的CTV內規鏡監測 這個渠網的運作 以便及早發現渠道的問題 做好這個清淤的工作 今年截至10月已經完成了24,500米 下水道影像檢測和分析的工作 去年同比已經是西洋星超過一倍了 主要是對各區水浸常化位置和大型建築地盤周邊公共渠道 進行檢測和疏通的工作 今年截至10月我們已經清理了公共19萬1千米的下水道 以及2.77萬次的雨水井 明年我們亦計劃繼續完成 預2萬米的公共下水道影像檢測和分析的工作 市政處一向重視科技解決渠道的問題 這件事除了使用CTV監測下水道和遠程 封房監測和控制系統之外 今年亦按計劃推出了渠務管理維護系統和電子化的工作 希望加強數據和檔案的管理 提高工作的效率 相關系統目前正處於設計和調試的階段 預計是明列可以投入使用的 相關私打口和河邊新街一帶渠網問題 相信公務部門現在進行的內港南 雙鹹渠工程會有助改善相關的重創 謝謝 主席 我利用回鎮底的時間 在有幾個問題之前 是未回應到議員的問題 一方面是宋碧琦議員關注到 明年第一階段 橫勤山河區有幾多發展目標 需要完成落實在幾多項 暫時搜尋我沒有這些數據 到時候我們透過相關部門了解之後 如果有的話提供給你 是 李正議員關注到明年的我們 立法規劃裏面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知修改的重點 就是紀錄制度那部分 因為那部分是使用所有公務人員的 那部分修改完之後 在那個基礎上我們再訂定一個 領導主管人員的特別的紀錄制度 所以那個重點是修改在那裏 然後需要議員關注到 淡仔燈車鍵和連花燈車鍵的連接的進度 因為中間斷了是要在一個橋的 現在做這麼切的工作 還有會不會將燈車鍵連到荔枝碗那裏 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中間有碼頭 還有那個地形中間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還有將來我們是翻新新的步行徑 我們會考慮使用一些吸塵的物料的 我早期議員關注到關於 范志堅、林望堂、海濱整治 我們到時除了一些雙行渠 和防洪牌的崩潛之外 我們都去優化那裏整治 它有一個優氣區的那裏 相對現在那裏 是相對現在那個地方 因為面積是有所改進的 黃世民議員關注到 是否去將一些 夜間一定要封閉的公園 進入部開放 我們去評估了安全方面那裏 可以開放的 盡量開放給市民的 做好管理我們 暫停議員關注到 陸環救護區的水鎮問題 我想在這方面 你說陸環救護城區 到時是海水渡灌的問題 在這方面之前 我想公務部門在這方面 有一些防洪的工程規劃 關於黑沙村那裏 我們到時是黑沙營的項目推進 和防洛排洪設施整治之外 對黑沙村的水鎮情況 是有所改善的 謝澤洪議員所問到 關於道路工程那裏 會不會鋪設電纜那裏 之前我回應了 我們會和相關部門去反應 第二 紅世議員問到 是否會北區其他地方 增加地方休閒區 我想北區的地方 暫時真的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我們都盡量 時間允許和工程配合得到的情況之下 去優化到現有的休閒設施 謝謝 有關行政法務範疇2024年度的 升方針政策 我們是已經完成了 那麼相信司長對今天 我們議員大家所提出來的有關內容 大部分我想基本上都已經是有所回應 那麼我們也都有同事是 將今天有關的內容會有所記錄的 如果還有未回應的問題 到時我們會交給司長 由司長那方面 再作書面的回應 那麼在這裏 再次多謝張永春司長 和各位官員 出席我們今晚的今天的這個會議 現在是三會 多謝大家